佛家说人生如梦 我小时候还不大明白 现在懂了一点 我做的第一个梦 是梦见我当了大明的皇帝 我光着屁股 从朱身上下来的时候 齐木阁叫醒了我 他告诉我 我不再是什么皇帝了 我做的第二个梦 是梦见了我当了大明的太上皇 这个家 慕慈 子孝 兄弟相亲 是我的弟弟告诉我 我就是一个姓朱的倒霉蛋 我能怪谁呢 我能怨谁呢 我得谢谢他 儿啊 可不要胡思乱想啊 你还有孩子 你还有我 你可不要做个自了孩子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段 我就活不下去 我 娘 你 我怎么会有事呢 您不知道吗 啊 皇上是假的 太上皇也是假的 真的早已死了千百回了 只有一个倒霉蛋 会依然这么活下去 像糕一样的活下去 像糕一样的活下去